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只卖肉 我卖奶 我卖腰 我卖屁股 我还卖夹子桃 还卖脸带 这就是平面模特 其实我还蛮幸运的是 因为我回来台我还特地想要拍个艺术照 你知道吗 然后我真的还在想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台湾的摄影还不错 像国外那个摄影都很贵 然后我回来以后 就是有人看到我的照片 就可能会一些生活照啊 或一些普通照照 就开始有人询问我说 你可以拍照吗 或有人有些像厂商 会询问我拍四字星 然后我还傻傻问他说 那这样的艺术照 你们会给我钱吗 他说会啊 但会给你钱 我觉得那太好了 我可以免费还可以拿钱 也是开始这样子进入这一行 其实不知道是我脸太凶还是怎样 因为就很可爱 就是还真的没人骚扰我 我才会开玩笑说 我地方慢慢很饥渴 你知道吗 都没人要来骚扰我 但是有遇过就是之前有一个上新闻的 那个叫arse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他就是有性侵 他就是性 Drive 还是 Meredith 还是快要被新闻 我忘了一个 大概几年前的新闻 他有拍摄过我 他当时那时候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他说 那你也要谢谢我 我就回答谢谢 他说不对是要这样子 他直接把摄影� phrase 摄影集往旁边 嘴巴在嘟着 我想寿一个 father 發展不會像 他都已經對你那種態度了 或那種 對 這樣我就感覺不舒服 我覺得之後也 他之後拍攝我也就算了 就不想 而且我可以跟他講說 不敢露 不能露 因為這種攝影師 你不敢跟他在面前露 怕他對你怎麼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女生還是要保護自己 其實很多人都是遇到 挫折才去刺青的 其實也沒有欸 就是我覺得 就是給自己一個 就是信念吧 然後因為人也是經歷到很多 然後也是因為 可能因為某些人 你會覺得是不是不要再 對社會不要再相信愛這個 可是有時候會告訴自己 我們不要忘分 我們而且我們要 就相信這個社會 還是充滿愛的 然後當你有挫折感的時候 去告訴自己信念Faith 對啊 然後真的 在挫折下去好不好 Smile 就是天無絕人之路 因為我是平面模特 其實很多模特是不能吃青的 但是咧 因為沒關係 我一樣記得到Kaith 所以可能新手咧 要想一下 要閃思 因為其實是可以修掉的 如果拍攝是可以修 是沒有關係 那還有一點就是 講真的 場上已經指定你了 你夠知名 你去全身 他也不管你 對啊 但是還是要讓大家 就是考慮一下啦 因為畢竟很多是新手嘛 你吃了很多 可能場上也不認識你 可能因為你吃青被打槍 因為我懷孕期 我把所有的簽約都取消掉 因為我不想對不起廠商 因為我懷孕期 我孕吐 身體不適 那我就自動跟他們解約 然後我站在損失產中 對 很多就是 就是已經簽一個月 比如說固定30萬 或固定多少 就是輕鬆賺那種 我全部解掉 對啊 所以這心聲蠻大 但是換來一個很可愛的baby 我小歲該指的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那時候說我懷孕 全部好像T妹開玩笑 全部都還在觀察 後來隔一個禮拜 開始聊天 咚 聊天掉下來 我有看 因為少嘛 可是就增加 增加全部的頭像 都是媽媽配個娃娃 你知道嗎 不然就是嬰兒 我發現很多反而 來追蹤我的是 爸爸媽媽 反而是整個是洗牌 因為很多人說 啊你 你生完小孩 你行情遍地其實沒有欸 行情一樣讚 只是接了更多 就是比較富幼了 其實有很多富幼廠商找我 剛開始都被我經濟推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經濟說 拜託那什麼鬼價錢 那麼低 當然跟我們過去 像電玩啦 這些廠商的價錢 或輻射廠商的價錢 就是有所出入蠻多的 那我跟經濟講說 沒關係啦 就是至少人家也找我們嘛 我們 他們可能本來就是 預算可能沒有那麼多嘛 我們能接就接沒關係 嗨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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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 W partners 我有 有漸漸就想說 多播一點 跟粉絲互動 然後我 後來也會去看看其他頻道 比如是其他女生播 或者看到很多女生 甚至會叫 老公來了 老公 後來我再跟她聊天 再發現很多男生 他們為什麼希望你每天播 他幫你 變成是一種 你戀愛的對象 你在跟她談戀愛 你跟她 跟她 關係是最好的時候 對不對 你给他最多钱他就会叫你老公 就很多是这样子的情形 可是你知道我爱面子 我每次叫粉丝老公干什么 我只是说开玩笑 你们要什么称都可以 你们想名字打什么都可以 你们要打老公 可以借兄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不会去叫一个人家 我叫不出来 就是会有 我知道他们是用这种话术啦 但是讲明点 我也没有去批评好或坏 因为就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一个愿意 而且两个很开心 他们开心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那一个满知道恋爱 然后恋爱感觉很开心 对啊 就是我觉得 有些说什么什么 去什么懂那些的 是什么那些女生 我讲的女生也是有她的辛苦 她没事去陪笑干嘛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他们开心就好 我不敢 我也不会去多说什么 当时尤其是过年期间跳更猛 全部都祝贺了 但有些人就是说 听没有我想就是一个小心翼 我想包个小红包给七宝来祝贺他新年快乐 那我收到蛮多 可是我可能隔了一个钟头不见了 被洗掉了 太多祝贺了嘛 我就想说我就集体发文 我就第一行就是我给我这个文是给那些询问我的人 给那些询问我的第一行就这样写了 然后我也说我很谢谢你们 但是如果要给七宝红包的话 如果我要你们答应我的件事 就是让我当面谢谢你 我才愿意收莽 对不对 我很谢谢你们 然后很多人包200 很多人包600 我继承车费就多少了 我待他来回就都 我们去吃饭就多少了 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要的是一个 我很谢他的心意 我还甚至给他们惊喜 我单独一个人一个人吃饭 一个一个吃饭 我给他们惊喜 然后我很谢谢他们 却被说什么 我去主动收红包 我什么时候主动收红包 我第一行就说是给这些人的 是谢谢他们要给提宝的 其实我怎么红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应该是 是比较说杂志会看到我 然后游戏代言会看到我 就是我 你说我们网红 应该是说像艺人 他们就在他们的自己领域 有一定的成就 相对的可能网路上 大家想搜寻这个人 就是999是可能成了网红 可能应该是这样 因为网红有分很多种 就是有的是专门 就是他们可能YouTuber 他们就是职业 他们直接就是来经营 开影片这些的 对啊 那我就是99F 放个影片就是那样子 我是把网路当做一个 我下了班 我来分享 或者下班 我就是就是 或者拍一些工作花絮 就是一种放松的地方 没有刻意要去经营自己 就还好 然后我就是发表 就像一般人 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可能还在私人的版面 要分享自己看法 我隔天就头条新闻就是 对 或者可能去别人家留个眼 那个就变标题 对 有没有谁是你效仿的对手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做每件事情 都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别人就好了 然后我们也不用特地去模仿任何人 然后就是社会是公益的 就是我们做每件事情 对得起良心 对起宝宝就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